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因為今天現場來的就是這個單箱的卡旺 那剛剛有提到了3.25噸 在現在的這個急劇裡面 大家覺得很好用 為什麼 因為剛剛我就突然想到了一個比喻 我們出國的時候 不是行李都不能超重嗎 有時候你就斤斤計較 你拿那個行李箱 它自重有多少 剛剛小吉就說了 有時候就是因為5噸的就是自重重嘛 所以你會想說 那我載的東西反而受限去 而且油耗什麼東西也會比較多一些 所以現在就改選擇 然後它又是進口的身份 也是蠻受青睞的一個點 對 因為這一台卡旺 其實我底下的師傅 就有兩三組其實都是買這一台 那這個呢 像剛剛提到的那個冷氣公斑 我的冷氣公斑其實就是開這一台 然後它是雙箱的 因為出去人要比較多 然後冷氣比較重 所以他們那時候選是選這個手牌的 有那個獎勵箱的 他來問我說你就買獎勵就對了 那確實有一次 在後面載了很多的一個室外機 那我們要去那個工地的時候 因為那個工地還是鋪那個鐵板 有一點斜度 他後面就是要開那個Lock 然後就上去了 如果沒有的話 基本上坐滿大家下來要推車 對 所以這個配備 我覺得備而不用 真的是不錯的一個選項 那另外一個 就是我要稱讚一下 就是它的整體的那個造型 它看起來其實蠻有 他們整個Kia家族的感覺 不用說是因為商用車 好像我跟你的乘用車差很多 對 外型也有設計 他們現在都走向這個轎車化 我們首先要感謝他 就是美化我們台灣的城市美學 因為這個貨車不單單就是看起來 就是很醜醜的那個樣子 第一個你看到它的這個虎鼻有沒有 造型一樣有保留在上面 而且非常非常的巧妙 搭配它的這個Logo是扁平化的 很漂亮 而且它這個新的Logo上面 還有一點髮絲紋的那種感覺 對 沒錯 而且它的頭其實很短 而且中間你知道嗎 一般我們這種車 如果我們自己譬如說要加一些 什麼保養劑或者是雨刷水之類 其實很麻煩 它的這個其實是可以拆下來的 它所有的這個檢疫保養的 都是在這個裡面 對 還有一點 它的這個雨刷 我也很喜歡 它的這個可以微調的 如果以前我們在 只能快跟慢 對 要嘛很快慢很慢 對 然後一邊開那個雨水 因為有時候會快快慢慢 它這個是可以無斷微調的 所以非常好用 因為有時候明明雨也沒那麼大 可是你就只能調到一個很快 都是被自己刷髒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它下面的部分 它這一次全新的有更動 其實有多了一個它的日行燈 之前是沒有的 這個算是它的升級的一個配備 增加它的安全性 晚上開的時候 底下一樣有霧燈 然後再來就是我比較喜歡 就是它下面的這個地方 它是沒有那一種就是塑料套件 它整個就是烤漆下去的 所以你從前面看過來 整體的那個造型是比較漂亮 因為整體都是烤漆的 而且滿圓潤的 對 所以它整體開起來 就是到你的那一個 比如說社區的巷子裡面 不會讓你覺得有一種那種急觸感 因為如果你是方方尖尖的 大家行人會比較害怕 這個整個圓潤起來 其實看起來相對是比較友善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它的這個車側部分 車側就是你剛剛提到的 這種安全保護的部分 就展現在幾個配備上面 第一個就是它有送了這個突透鏡 它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當然是看下面 前方有沒有人 再來就是它做一個定位 判位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它這個是這個霧面的 也不怕刮到樹枝之類的 而且整合性很好 不是那種就凸在很凸的那個位置 自己裝的其實都沒那麼漂亮啦 然後久了之後 自己裝這個地方會鬆動會生鏽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它的這個後照鏡 第一個它是手 是手扳的 其實我們這個是最喜歡手扳的 因為有時候會撞到你知道嗎 你如果是電動的 可能要花筆錢修 這個手扳是我們最喜歡的 有時候因為都會載人嘛 旁邊你把它扳著 然後就停在路邊就很方便 然後它的這個鏡子的部分 是上下分離的 這個就是我們很需要 因為一般以前沒有 它是一大塊鏡子 而且沒有那種凸透鏡 我們必須要自己去黏 然後再來車門上面 它這次有多了這種動態的貼紙 這個貼紙就是讓你看起來 更加的柔和 因為一般的不管你是什麼顏色 它就是一個顏色固定在上面 可是你有貼紙之後 你會發現說它美感的部分 有上下區分 然後還有一點我要稱讚一下 就是通常我們看這個 它旁邊的這個 旁邊的這個門邊的部分 如果大家有印象一般的貨車 其實通常都是那種就是塑料的 那塑料久了之後 曬了之後會變色不好看 然後再來旁邊會翹翹的 因為它是套上去的 可是它這一台呢 它是一體成型 整個是烤漆上去 所以你關上去之後 你會發現說 在這很漂亮 漂亮在哪裡 其實就是在這些細節的地方 它就很漂亮 然後再來就是它 來了這邊之後呢 有一個東西還蠻特別的 我也蠻喜歡 就是它這個地方 有一個車側的踏板 這個踏板是讓你當載滿貨之後 你如果上去要綁繩子 在綁繩子的時候你可以直接踩這個地方 然後拉這個地方 然後直接上去踩 它比較方便 不然以往我們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都是師傅在那邊 給你彈過來 然後這樣拉來拉去 其實很不方便 還有一個呢 它的車斗的部分 我要 因為自己都很喜歡 所以它 看一些小細節 它的這個車斗的部分 第一個 它這個地方是有烤漆的 它不容易生鏽 然後再來呢 它的這種有一個省力裝置 它是彎曲的 所以這個把手的前面 它有一個塑料的套著防滑的 然後我只要把它拉開之後 它其實是很緊 可是拉開之後 它是蠻輕鬆 可以拉出來的一個感覺 那拉開之後呢 它後面的這個地方 我也把它打開 好 我們現在看了 就是它的車床的部分 對 來 我先來把這個地方 因為剛剛老爹有說 它這個部分有3110mm 對 它這個地方 像我現在把它打開 傳統的這個斗 都是台灣加工的 那它旁邊絕對不會給你做圓邊 都是方的邊 對 你看你這樣握下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握起來就很舒服 是 而且也安全 其實沒有戴手套的情況之下 其實多半很多人就是 我如果真的要做比較粗壯的工作 我戴個手套也防護好一點 也不會割到手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它邊邊的部分 它有在做這種圓弧形的加強 還有這種龍骨的那種感覺 因為一般衣柵都是那種木頭錠 它外面是有一個鐵框 它都是平的 所以它久了之後 這個地方就是會比較容易變形 它這個地方不但美觀 然後有做這個龍形結構 還有打洞之後 整體的強度會增加 還有一個因為它是原裝進口的斗 所以在這些地方 它其實有做防袖 有做得好了非常多 所以不敢說它永遠不鏽 但是它的時間一定會拉得很長 壽命會拉長一點 對 它的旁邊的一些封邊 這些東西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緻 因為這個今年累月上來 它就攸關你的養護成本 是 沒錯 還有就是你車子 整個本身的那種耐用度 因為貼了你自己公司的logo 然後開出去像一台很舊的車 那你這個側門一放下來之後 所以這一塊是什麼 這一塊是它的安全插銷 就是上面的這個是常用的 那它有兩段 這個打開之後 你必須要再開這一段 因為為什麼要有這個 我解釋一下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旁邊這邊會站人 那邊也會站人 那有時候打開的時候 比如說中原我開這一邊 譬如說我把這個地方打開之後 它會砰就會掉下來 它會突然砰一聲 對 它就會掉下來 有時候就會打到人 然後你有了這個之後 它旁邊的部分 就是有一個安全插銷 它這個也不容易掉下來 那如果你要扣住的話 它這個兩邊都有這個 有沒有 它就可以扣住 那基本上這個 後面應該乘個200公斤 應該是沒問題 四面都做了這樣的一個 你講的這種曲面的強度 以這一台來講 它的寬度約莫是大概1米63 那深度的部分 大概3米31左右 那它有個好處是說 它的抬度比較低 它的抬度就是這個高度 離地面大概77公分 一般通常都是在80 80 有些到80 要低一點好 還是高一點好 低一點好 因為你搬貨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因為這種它沒有自動起重的 所以你等一下用搬的 那比較特別是它後面的這個 剛剛提到那個輪胎有沒有 它是用比較小的輪胎 小的輪胎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它比較便宜 然後它更換的這個耗材比較少 但是它也很聰明 它用兩顆 它是用兩顆重疊的 所以它的輪胎在開的時候 相對是比較穩當的 然後它的抬度也會比較低一些 而且你在彈跳的過程當中 兩顆是真的穩當很多 所以它後面的這個後斗 整個起來之後 這個是最大化 因為這個是單箱的 對 單箱的 大單箱就大概差了 十幾公分左右 對 25 25公分 然後你看它後門的部分 我這個地方把它卡回去之後 它的後面還有一個 四元燈 而且它的四元燈不是那種制式 因為台灣有一種制式在賣的 賣的那種紅白燈有沒有 它裝裝去每台車都長得一模一樣 它的這一個 它哪裡長得不一樣 白燈的部分 你看它旁邊還有一個紅色的邊 還有一個紅色的邊 多了這個紅色邊就很不一樣 對 然後你看這一顆 它是左右的有沒有 它兩邊不同色 這種它就不是外面一般買得到 那種公規版 所以它從後面看過去相對比較漂亮 而且它這裡還有一個腳踏的 對 這個也是我們超喜歡的 因為有時候也是載滿貨要拉繩子 上去要看一下車頂狀況的時候 你沒有這一塊 很乾淨的 那時候只能踩哪裡 踩輪胎 對 我常常看到踩輪胎 就只能踩輪胎之後再踩上面 然後摔下來就自己倒楣這樣子 可是你有了這一個的話 沒有師傅通常都練舊了一身好功夫 但是如果你車子本身 你有多給它照顧到一些的這種配備 我覺得當然就有加分 因為這種東西不是大家不要 是不知道原來可以這樣 那有了之後它就會用得很順手 所以師傅有了之後就每個人都踩那個 它那個冷氣全部裝上去之後就會用那個 因為有一些公班 他們是需要一大堆人出去的 那市面上面其實沒有什麼這種選擇 大部分前面都不是做兩個就做三個 那它有雙箱就可以坐滿 六個 對 六個就可以一起出去 那像那個有些泥座師傅 他們如果接比較大的工程 後面再很重 你買一個手排的 有Luck的 然後坐滿六個人出去 一台車搞定就不用開兩台車了 對 這個真的差很多 因為一台車就是一台車的成本 對 沒錯 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進到車內 一起了解一下 好 現在Money就頭雞嘛 請問一下 Kawang他今天看到的這個 整個車子內裝 它有升級嗎 有 它的這個內裝 其實在它升級之前 我們就很喜歡 因為它基本上裡面整個是比較圓潤的一個感覺 然後它不會有零零角角 而且收納的地方跟一些小巧思的部分 都是我們所期待的 比如說 中央你看我們這台車 你看前面先不看 我們旁邊是不是有這個座椅 可是呢 它是可以坐三個人 我的中間這個 當你沒有在三個人的時候 中間這個是可以翻下來的 椅背 對 這個是以前我們看那種 美國的那種美劇裡面都會發現說 他們有一個這個桌子 然後裡面可以寫字 可以吃便當 可以放東西 那它裡面呢 你看它打開 也還有可以再藏一層東西 而且我發現它有一些小巧思耶 對 這個可以夾卡片對吧 對 沒錯 比如說我們去大樓都要換證件嘛 對 它就可以夾在這個上面 然後這邊呢 你看它有這個 對 所以非常方便 廣帶收斂 然後收納 然後這邊 然後前面杯架啦 對 還有一個槽 對 還有一個槽 最方便是什麼呢 我們的手機可以插在這個裡面 這個真的非常需要 不然我們手機其實以前在這個 貨車上面就隨便放啊 滑來滑去 其實都找不到 對 都在地上找 那有個固定的地方 而且這個地方我是轉頭 我就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誰有打電話 我瞄一下 稍微可以看得到 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喔 所以它的這個車子的 這個內裝的部分啊 而且手感啊 各方面來講都非常好 那它這個呢 也不會隨便挪動 它這邊也是要 翻下去 按下去之後 它的扣住是非常牢的 重點呢 是它的這個軟墊的部分啊 它的椅子 真的有舒服嗎 我可以坐一下 我對於這個第三個位置 還蠻感興趣的 第三個這個還特別厚耶 對啊 我先坐快看好不好 對有沒有 剛剛好 其實還不錯耶 旁邊還可以再坐一個人 其實都不會太近 對 只是你打檔的時候 可能會稍微碰到一下我的腳 因為這個是自排啦 打好就不會動了 好 那如果回到這個 副架的位置 還蠻舒服的 對啊 其實蠻寬的 就是我們之間的這個距離 還蠻適中的啦 而且我們剛才提到 這個是單箱嘛 那如果是那個大單箱 那後面多一層的位置 我的椅子就可以更往後 那像這個椅子呢 因為基本上差別在這邊 比如說中午要吃便當的時候 單箱它只能夠靠這樣 可是大單箱的時候 我就可以 幾乎可以快要可以睡下去 然後後面又可以放 譬如說包包或一些貴重物品 對 我就可以放一些東西 因為有時候 但它那個頭部空間很不錯 你一八五耶 對 而且我的腳 其實呈現90度了 所以它整個的這個駕駛姿勢 是蠻舒服的 而且終於有沒有發現它的 因為駕駛的姿勢啊 所以讓你看出去這個視野 其實特別的好 就是你不會怕說 看不到這邊 看不到那邊看不到 不會而且搭配他們的這個 後照鏡的部分 在裡面整體是舒服的啦 而且整個顏色的配置 也沒那麼黑 以前的貨車包 為什麼都要做烏七媽黑的裡面 就整個刮痕又很明顯 它這種灰色 我們看了就很喜歡 那中間這裡 我們看到了有一個螢幕 大概七寸左右吧 對不對 對 這個 它是進口的 那它有中文介面嗎 有 它有中文介面 我第一件事就會先問這個 對 因為韓系嘛 大家都想說 請問一下你現在整合的狀況 在我把它打開之前呢 我們也來再稱讚一下它的鑰匙 我第一次看到有沒有 這個貨車的鑰匙 可以做的這麼的 冰至如歸的感覺 就是它比較精緻一點 對 有尊榮感的感覺 不然以前都是那種 就是傳統的 那當我們把它打開之後啊 它前面的部分 其實還有一個這個 它液晶面板 然後它的這個儀表板的 轉速跟時速 它還有雙圓 還有做一個框邊 讓我們看起來是倍感尊榮 重點是中間它有行車電腦 它把所有的資訊都已經集合在這個裡面了 等於其實你不要看旁邊 你看這一塊就是跟轎車是一樣的 是耶 對 而且它的這個方向盤 因為我們知道一般的轎車在看 它會有高低嘛 它這個方向盤 這個視覺的這個洞 看下去是剛剛好的 完全沒有被遮到 然後這個Kia的標誌在這邊也很漂亮 然後再來就是這邊竟然會有這個烤漆 對 這個會有烤漆 我們就是魚有榮焉耶 會有烤漆耶 摸起來的那個感覺 然後Money因為長期他自己跟很多公班接觸跟相處 他其實也都知道說 大概一般現在有很多的商用車 他們用的是什麼樣規格 然後是得到什麼樣的配備 那你說每個師傅 大家都是誠誠懇懇在工作 你一想得到多一點照顧或享受 對吧 所以你就會提到一些細節的升級 對他們來說是蠻好的 而且這一台的它的那個煞車棒譜 這個要大家去試車會感覺 它是比一般的還在大一點 所以它煞下去的時候的那個力道是很安心的 因為有很多的這個為什麼早期我們要買手牌 第一個怕不夠力 但是這一台不會它很有力 然後再來呢怕煞不住車 所以我買手牌 順便要靠引擎去煞車 但是這一台完全解決了這些軟熱的問題 你就好好的就是開你的自排舒舒服服的到工地 所以它現在自排選項也蠻受歡迎 蠻受歡迎 因為其實真的沒有人很辛苦工作說 還想要在那邊打檔啦 是真的是因為沒有辦法 當然自排選項會相對更便宜一些 是啊 是啊 對不對 成本可以再降一點 對沒錯 而且如果你有真的有載重你就買LAC的 對 那個就很好用 或者是如果你今天預算真的也可以多一點的話 你也可以選四輪傳動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繼續再聊這樣商用車的選項 它也不只是商用 現在大家都一車多用 例如說你也可以下一個大的商用車 然後它有很好的空間改成好爸爸的選項 帶全家出去玩也很開心 上去